要说S12赛季对哪条分路影响最大 那莫过于野区了 游戏节奏的加快 远古生物调整都对当前野区环境产生重大影响 那这些影响又会产生怎样的变化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新赛季官方对野怪预刷新状态进行了优化 当我们获队友击杀红蓝buff后 红蓝buff快刷新时 小地图就会显示该野怪的刷新倒计时 这样以后我们反野就不需要计算对方buff刷新时间了 直接看小地图就可以了 探设是降低了打野的下限 实质这个赛季对打野要求更高了 赛季初我们一直反复强调暴君主宰的重要性 尤其是前期暴君非常重要 那究竟有多重要呢 我们直接上实测 以进化手臂后的暴君为例 击杀暴君后 普攻减少目标5%到12%的攻速 和20%到26%的益速 这里马超攻速加成为17.8% 移速为509 拆扬起来那可谓是相当顺滑 可如果被有暴君buff的赵云平A后 攻速掉到了8.8% 移速直接降到了248% 好几路来像拖了20年的老寒腿 卖不动步伐 抽枪手感也十分笨重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十分钟后 手臂进化的暗影暴君的buff效果如何 好家伙啊 攻速加成直接由22.8% 降到了-18.2% 移速是494降到了205% 真就人均下落特了呗 现在小伙伴们知道空虹的重要性了吧 不过在前几日的体验幅更新中啊 官方略微削弱了暴君主宰的属性加成 将十分钟后 手臂进化的暗影暴君减移速效果 由原来的21%到28% 上调至24%到30% 减攻速效果由原来的20%到41% 下调至24%到30% 略微上调了移速加成 降低了攻速加成 虽然减攻速效果有所削弱 但并不会降低暴君的重要性 并且此次调整只是针对手臂进化的暗影暴君 其他的暴君效果则不受影响 那其次官方还对明文属性的计算规则进行了调整 现如今重伤类的装备 也能对吸血明文产生影响了 这其中包括风暴龙王的攻击会减少英雄的回复效果 例如韩信猴子 这类基本依靠十多翠续航的英雄 后期打风暴龙王难度会略微提高 再加上游戏节奏加快 发育周期长的打野 很容易前期崩盘 导致后期难以追回经济差距 我们打开胜率板可以发现 不管是全分段还是巅峰赛 1350分以上 打野排名靠前的大多都是前期作战能力很强的英雄 在这其中 上个赛季的版本之子 阿古多在全分段打野排名为倒数第二 仅次于上手难度较高的路纳 巅峰赛1350分段以上 排名第五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阿古多有如此巨大的落差呢 自去年8月起 阿古多就一直遭遇调整 从野怪的攻击距离 攻击伤害到技能CD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 使得阿古多的机动性 亲线效率 推塔能力 以及给团队带来的征服效果都受到了影响 虽然现版本阿古多亲线效率依旧属于顶端那一批 并且无伤打野 但打起龙岸那速度简直感人 从巅峰赛1350分以上来看 4.4%的出场率就可以看出是绝魂玩家在操作 普通单白玩家不建议入坑 那如果新手玩家想要练习打野 在这里我推荐一个英雄云中军 上手难度不是很高 亲野打龙速度快 机动性高 还可以无视强体 抓人反野能力强 不过在亲野时 小伙伴们要注意一个细节 我们可以使用二技能刷野 一技能赶落 这样可以避免再进入下一片野区时 我们进入走地一期状态 虽然现版本反甲对云中军有一定的克制效果 但是双C才是我们首要目标 看到排名靠前的那几位战装射是没有 云中军对呆射还是有很恐怖的压制能力的 另外困扰许多萌新玩家一技能后跳 官方已经优化过了 现在一技能命中后 只需要狂按普攻就不会被弹开 并且S22赛季官方还加强了云中军的三技能 使用后必定进入飞行状态 降低了云中军的操作难度 打团容错率更高 现版本许多刺客打野都会补一件防装 以防进场蒸发 而云中军可以全输出 打团进场三技能结束后 立马接一技能潇洒离开 那明文推荐三无章七货源 十阴眼十多岁 装备推荐为追击刀锋 急速战靴 暗影战斧 忠师之力 无尽战刃 明刀 这里要注意的是 由于云中军被打出复活甲 站起来后是走地击形态 所以云中军基本只需要出明刀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祝小伙伴们尚分之旅一路平坦 我们下期再见 那一个ID名为比丘大哥的先有留言 王总说真好玩 结果我不懈努力 终于从新药业 到了薄金医 队友们都很友好 我很开心 下次还要玩 好家伙 看这语气啊 你的心态怕是连归到 进入超凡入胜的地步了 兄弟 你可要顶住啊 如果不开心就来看我直播 保准看到你想吃三碗饭 看牙688 每晚去的办 咱们不见不散